台東東民路和西洋路口最近出現一件 蘇林申請下水道改渡港町 要將這個當外角度自四十五度改渡九十度 不過當地理長到民眾 首先都不知道 今天他們出來抗議要求停工 不然就要改去市政府 來抗議這個公務員事實 民眾站在這個時間環圍前 大聲抗議 要求港町馬上停工 台東市台立區當民路和西洋路口 不然當地在進行 豪水下水就該倒港町 但是當地民眾表示 港町委員整個回憶 整個到當港完全沒有跟地方溝通 一定也都不知道 等到港版立場才發現 倒路鄉鄉鄉歐出一條大鞋子 大家都覺得很疑惑 你要動工 你要挖 你要跟立辦公室統計一下 你看立場都不會輸 小孩年 改到改90度的話 這樣不行 以後如果積水的話 這個責任誰要付 對不對 是底下的人要付還是國家要賠償 沒有這種回復原狀的話 我會按您申告 來賠償這些相關單位 施職 圖利他人 這個改道 它經過水裡計算 它的淹水不會有淹水的疑慮 我們有先請廠商暫停施工 然後會先跟里長說明 台中市水裡又表示 這個下水道其實是早期的灌溉水路 今天有民眾 因為造型環境危險的問題 所以申請改道 新的水道事前 經過水裡計算 確定沒有淹水的紀律 目前已經要求現場提供 會向里長說明之後 再次來福江 記者 台中報道